仍然领先14分 韦德又回到场上 吃饭了 韦德 这个没跳是来这球 今天防乔约翰逊这点 防的确实不错 热火队 不管是库克莱丁 还是詹姆斯琼斯莱丁 贴身紧逼 关键对他的关照是随时随地 任何一个人如果说没有防盗 立刻会有什么查尔莫斯 那些都能够上来防 韦德打艾伦斯 今天艾伦斯打得也很辛苦 尽管身高上占一些优势 但是速度速度很灵活了 已经其实在他这个位置上 但是要防韦德来说还是差了一些 老鹰的支持率只有7% 确实很多人都不太了解这个队 这个队那么多的这个 叫蓝领球员 决色球员 包括艾伦斯 你看平常大家不知道 不了解他 他从来没有参加过选秀 他不是选秀上来 然后你看那个大伙防他这个马里奥韦斯特 也是没参加过选秀 但是呢他们在MV打得非常兢兢业业 对 可是他不符合这个商业机器的这个需要 就等于说很多人也不关注他 事实上老鹰也是一支观赏性很强的球队 但是因为没有这个特别突出的大盘亮眼的球星 所以确实导致老鹰的关注程度并不是很高 蓝板球挺好 他们这个队防守 约是史密斯外线三分还是不中 你看蓝板球 老鹰的那场 有啊 好球比比外线又一个三分 今天比比外线三个 三头三中啊 对你让他在这样的位置 没有人防 离他三不远 那你肯定是要进 13分 绝对是把这个前面平均分都拿了 现在老鹰队艾文斯对韦德也是贴身紧逼防守 比斯利接球之后转身后仰跳成一阵 对比斯利除了他三百眼以外 其他我觉得都是非常具有观赏性 他这个人将来能成大器 而且星象十足 对 哎 这是经验 那就是说你原来 查尔摩斯他分心啊 他要去防乔玉安逊 那每一次都是因为你要去就是补房啊 换房啊或者说是协房 你把这个乔玉安逊给防住了 但是你把比比给漏了 比比也非常及时的抓住了这样的一个空档 已经连续的来投篮得分 对 你想他整个赛季都没打得这么多的机会 平常也不是特别愿意攻 比比现在也有一点这个老鸡头的意思 98年球员呢 你想想98年球员到现在是不是也11年了 没得面对艾伦斯过了个干净之后传回来 投2分不如投3分 詹姆斯琼斯还是站的3分现在更有把握 要把帕处里亚给探了吧 帕处里亚三个犯规了 今天小欧确证 乔安途尼在内线确实起到了非常好的支撑 对 几个前场篮板之后二次进攻 帕处里亚果然三个犯规了 索罗门琼斯还是应该回来打一下 热火的13分啊 你别看优势挺大 不是很保险 迈阿密这个球打得虚 比比现在攻击欲望也真是强烈 对 人手打热了 韦德还得突 要有冲击力 比斯利外线接球投3分不进 哎呦 比比这么打 这个老鹰不是一时半会能垮的 这球啊 悬念在后边 前场篮板约是史密斯抢刀之后回传比比 这球比比亮亮枪将球要丢用手一拨 对 拨到乔安逊手里 他现在就是 你为了防他们的身体素质特别好的这些队员呢 都要收缩 嗯 一收缩外线的机会就一个一个接二连三出来了 对 加上今天比比的三分 投篮命中就这么高 所以比比王力 不管是突还是苗篮 这个点去的作用比较强 你看没有 又没有篮板 这时候呢应该叫个暂停 因为现在是真篮板没有任何的优势 然后 等到一打出快攻来 攻手转换的时候 约安逊的防守 你对他的防守是最松的时候 你只有打阵地战才能防得了他 你再来回攻 哎 约安逊的身体素质还是不错 9分了你看 瞬间打了一波9比0 嗯 这边分差缩小到8分 从17分缩小到8分的分差 1分5秒 2分5秒 5分5秒 10分5秒 2分5秒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